8月3日 国务院宣布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 其中包括取消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事项 今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介绍了有关情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为关注落实党的19大精神 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 创业 就业 生活 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国台办会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积极协调 认真听取广大台胞的意见建议 经报请国务院同意 决定取消台湾居民在大陆就业 需办理就业许可的相关规定 从此 台湾居民来大陆工作将和大陆居民一样 不再需要办理专门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 在大陆工作的台胞可以工商营业执照 劳动合同 工资支付凭证 或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依法享有各项劳动保障权益 在失业后 可按规定进行失业登记 享受公共就业服务 接下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按照国务院的要求 尽快出台台湾居民在大陆就业的配套政策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